要想拥有一个精致的家居生活 完美的装修是最基本的前提 虽然装修不可能做到实权实美 但如果装修前能多看到一些别人家的装修案例 也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经验 让自己装修少留遗憾 本期小冬就给大家整理了七个常见的翻车现场 都是来自网友们的真实案例 希望能帮你避坑 一 哑光磁砖翻车 很多人担心亮光砖地面反光 而去选择哑光砖 以为能躲过一截 结果还是踩坑了 入住后才发现 哑光砖虽说质感突出 但普遍有不耐脏的通病 一天到晚的搞卫生也是擦不干净 网友反馈 艾特苏苏布听劝坚持买了哑光砖 现在超级后悔 装修完开荒保洁的时候 才发现哑光砖真的擦不干净 新房还没入住呢 就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心里慌得一批 网友艾特密号 真心劝大家 不要买哑光砖了 这是水印干了之后的样子 各种清洁剂都用上了 怎么擦都有 回家进门看到的第一眼就想哭 已经想到日后蹲在地上的日子了 小冬建议担心光污染 建议选择柔光砖 柔光砖首选肌肤用 地面不存在反光问题 而且还好清理 不会甚污甚色 二 悬空电视柜翻车 悬空电视柜确实很美 不落地的造型设计 看上去更加简约大气 而且地面无卫生死角 后期打理也省心 但它完全是依靠后面的支撑 悬挂在墙体上 如果安装不到位 或者飞乘重墙 就有掉落和下坠的风险 时间一长 翻车是必然结果 网友反馈 艾特小皮皮下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心心念的悬空电视柜 还没收尾就开裂了 哎 问了油漆师傅 说只能这样了 没法补 补了还是会裂 网友艾特靠谱小姐姐空心墙 真的千万别做悬空电视柜 能劝一个是一个 说没事的 看看我家才入住半个月 就成这样子了 好害怕它哪天直接掉下来 小冬建议 悬空电视柜对承重要求很高 没有十足把握 建议选择落地柜 效果也很漂亮 非要做悬空电视柜的 安装时一定要用 承重支架加膨胀螺丝固定 三 卫生间玻璃门翻车 这些年 长红玻璃门凭借高颜值 透光不透人 等种种优点 成为家装行业的网红 傲娇的身材 朦胧的美感 根本藏不住 但如果选购时没做功课 盲目跟风的结果 就是大型翻车现场 网友反馈 at黄桃罐头 不知道玻璃颜色 还有这么多讲究 做出来的效果 看了心太多炸了 绿得发慌 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 长红玻璃门 花了好多钱 却做出了好廉价的感觉 网友at持续性百烂 我家是暗卫 当初考虑采光不好 选择双层玻璃会不够透 所以 只做了单层长红玻璃 结果导致上卫生间 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太尴尬了 小冬建议长红玻璃门确实美 但踩雷的几率也高 想要不翻车 必须把握三点 首先 颜色要选超白 不是普白 不然会泛绿色 其次 慎选单层玻璃 一定要加一层磨砂玻璃 避免透明化的尴尬 另外 要做极窄边框 门框越窄越显高级 四 台中盆翻车 厨房水槽台中盆 不同于台上盆安装方式 它是与台面齐平 台面卫生更好打理 也不同于台下盆 不用担心承重问题 后期想换水槽也比较方便 但有一说一 它的安装工艺 比台上和台下盆更为复杂 特别考验安装师傅的技术 所以现实中翻车的比比皆是 网友反馈 艾特燕麦鸡腿 保主装修前不懂 被误导说 做台中盆好 可以和台面做平 没有掉盆的风鲜 实际上做出来的效果 是又丑又难用 奉劝大家 没有靠谱的师傅和店家 轻易不要做台中盆 工艺不到位 特别容易有缝隙 会发黑 还积水 真的大乌鱼了 网友爱得伤伤的宿 我家这个台中盆 翻车翻到沟里去了 四边不平也就算了 打胶打得还乱七八糟的 分分钟想砸掉重装的感觉 小冬建议台中盆 想要做出严丝合缝的效果 建议提前买回来 测量好尺寸和厚度 直接让厂家激光开槽 不要让师傅现场开槽 碰到手艺不稳的 很容易翻车 没有把握 建议还是选择台下盆 做好加固措施 卡扣连接根本不会掉 五 卫生间壁刊翻车 很多人觉得 卫生间做气墙壁刊 又能储物又好看显高级 所以 根本没提前做功课 就纷纷效仿 结果花大价钱做完的壁刊 要么丑出天际 要么鸡肋不好用 白白花了鸳鸳钱 网友反馈 爱得小呀 小橙子家人们 谁懂啊 这哪是壁刊 我想着中的壁刊样子 应该是好看又高级 结果完工后是这个样子的 加上我美凤做的还不好 我现在整个人都要抑郁了 网友爱得露天涯 当初不听公投的劝 硬要凿墙做壁刊 入住才一个月 今天洗澡时 猛然闻到一股 说不出来的味道 好家伙 才发现壁刊里囤积的水 直接臭了 小冬建议 壁刊的实际作用 就是做洗漱收纳 如果你家卫生间 需要包下水管 直接做壁刊方便又实用 不然不要特意去做 选择五金挂件或植物架 也能满足需求 另外 气墙壁刊尽量做坡度 每次洗完澡 顺便清理一下 避免出现积水发霉的情况 六 壁挂马桶翻车 卫生间壁挂马桶 主打高颜值 好搞卫生 也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但说实话 现实中安装壁挂马桶翻车的 也不在少数 要么位置高度踩坑 要么是漏水难维修 网友反馈 爱特拜家小娘子 为了无死角 为了洋气 为了节省空间 加钱换了壁挂马桶 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完工了 结果一试马桶 坐在上面脚是悬空的 好头疼 凿墙凿地 改吧 网友爱特不想起名了 当初为了颜值 选择了号称 几十年不坏的 吉伯利隐藏水项 结果刚用一年 墙里漏水 漏到邻居天花板上 都泡汤了 换了连接件 也没有解决问题 小冬建议 选择壁挂马桶 一定要提前量好 预埋件高度 不然位置高了 坐上去脚会悬空 位置低了 下面卫生不好打扫 悬空不悬空 毫无意义 当然 预留检修口也很重要 方便日常检修 七 隐形踢脚线翻车 隐形踢脚线 也被称为内嵌踢脚线 它的优点就是 与墙面形成一体性 不会凸出来 唯一的好处就是 不容易落灰 于是 很多人也盲目跟风 结果装完之后 就纷纷后悔 施工复杂 成本费用高也就算了 安装效果还差强人意 另外 因为需要在墙面开横槽 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反馈 at糖果果的糖果屋 装修踩的最大坑 就是嵌入室踢脚线 不知道是墙体开槽深了 还是逆子挂厚了 施工完的效果 就是每个转角的墙体 都突出踢脚线 说白了 就是墙体与踢脚线不齐平 这也太丑了吧 人都没住进去呢 转角下面就开始脱落了 油漆工让我找瓦工 瓦工说不是他的问题 互相推则 越想越气 网友atjojo我家设计师 让我做极简峰 所以选择了内嵌踢脚线 结果开启我最大一个 装修坑的血泪时 啥也不说了 直接看图吧 做出来的效果 让我洗涤心脏病 小冬建议内嵌隐形踢脚线 非常考验瓦工 和油漆师傅的手艺 贴砖的时候 几乎要做到 无多余边缝或少量边缝 不然贴出来会非常的丑 还不如选择 明装踢脚线 选择4-6公分的 不论是铝合金材质 还是石木材质 也能做出简约大气的效果 同时还不及灰 结语 装修是细节决定成败 以上这7个装修翻车案例 亦是如此 希望大家看完能引以为戒 避免踩坑 另外 不论是哪种装修设计 都不要一味地去追求美观 而忽略实用性 导致入住后苦不堪言 木地板 作为装修中的主要主材之一 具有诸多的优势 比如温馨 时尚 档次高 且脚感舒适等 但是 不可否认 近些年的家庭装修中 越来越少人去选择通铺地板了 即使是在一年四季 温差明显的北方 很多朋友也只是选择 在卧室铺木地板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曾经宏极一时的木地板 为何现在越来越不受待见了呢 本期 根据本人十年地板销售经验 和真实网友反馈 和大家聊聊地板的优势和弊端 相信看完这些缺点 你就不意外了 先来说说木地板对比瓷砖的优势 第一点 温馨舒适 且安全性高 木地板源于天然的木材制作而成 从视觉上看 纯天然的木材纹理自然灵动 装饰在家里 给人带来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 尤其是木类地板 更显高大 而瓷砖 大都是人工仿造石材纹理制作而成 天然大理石 贵且易碎 花纹重复率高 显着呆板不灵动 从舒适度上讲 木制品更温润养人 即使是在北方 冬天暖气没来的时候 踩在脚下也不凉 舒适性更高 而瓷砖属于人造石材 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 脚感偏硬且凉 舒适性不如地板 从安全性上看 木地板相对比瓷砖而言更软 有一定缓冲能力 且防滑性更好 即使不小心磕在地面上 也比磕在瓷砖上 受到的伤害要小一些 更适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家庭使用 像咱家隔壁的阿姨 装了三套房子了 全是通铺的木地板 一是因为腿脚不好 受不得凉 二是也要经常带小外孙 爬爬跳跳的地板 比瓷砖也要安全不少 第二点 针对北方特有的地热环境 地板更方便维修 现在的木地板 大多数都是锁扣式连接 无需打胶安装 方便拆装 如果家里一旦发生地热管道漏水现象 可以把地板拆开 维修好地面再铺装回去 花得安装师傅的起铺费即可 而瓷砖是贴着水泥 粘死在地面上的 如果维修底下的地热管道 就需要刨开瓷砖进行维修 瓷砖毁坏后 不能二次利用 需要重新购买 再找瓦工师傅铺贴 费用更高 且瓷砖批次不同 颜色也不一样 会跟原先家里的瓷砖 形成色差 影响美观 给大家讲个 我身边近期发生的事 姐姐家新房入住没多久 就被楼下邻居找上门来了 原因是把人家顶棚给泡了 后来找到原因是 地热管被回填的砂石 落出一个小窟窿 水一点一点 就渗到楼下 给人家顶棚泡坏了 由于铺的是瓷砖 刨开维修好地面之后 瓷砖就毁坏了 就又买了一块 虽然是一个品牌 同样型号的砖 但批次号不一样 那一块砖 跟其他就有色差 影响整体美观度 我们再来谈谈木地板 为何现在装修中 越来越少人选择它的原因 以及躲不掉的弊端 一 因环境变化 一变形一开裂 木制品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随着季节环境的变化 发生施胀干缩的现象 地板受潮会发生 骨包起皮的现象 反之 特别干燥的地约环境 也容易产生地板开缝开裂的情况 售后问题多 情况严重的话还不好修复 相对比之下 瓷砖是粘在地面上的 不会变形 而且瓷砖不怕水 所以就没有这些问题发生 基本没有售后问题 二 对铺装地板的地面要求高 铺装地板之前 地面是一定要找平的 其中做自留平效果最佳 但费用也高 根据地区不同 费用大约在25至35元 每平方米左右 这无形当中又增加了地板的造价 但是如果地面不平的话 地板铺装后会出现 踩着忽悠有响声的情况 长瓷以往会影响地板使用寿命 而瓷砖不需要特殊找平地面 只需找到手艺好的瓦工师傅 正常铺贴就可以 三 环保问题 选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 众所周知 除去纯实木地板 多层实木地板 三层实木地板 和强化附和地板 在加工的时候 都是需要用到胶水粘合的 而胶水里都是有甲醛的 甲醛对人体是有伤害的 所以这就要考验 选地板人的细心程度了 因为一旦涂便宜 买不好就存在甲醛隐患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 以及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群 更要严谨 而瓷砖没有甲醛 所以就没有此类问题 需要担心 这也是一些家庭 不考虑用木地板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木地板后期维修维护成本高 说到维修成本高 是在于地板出问题的概率高 打个比方 家里如果发生跑水现象 地板大面积泡水 就会出现起皮变形的情况 不能恢复正常使用了 就需要重新更换新地板 而且石木类地板 因表面都是真正的石木表板 为了使它长久使用利久弥新 所以是需要定期保养打蜡或精油的 相比较而言 瓷砖只需要做好日常卫生 就可以 不需要定期保养 综上所述 也能对比出来 为什么当下装修中 木地板的使用占比越来越少 反观瓷砖的使用面积越来越多 这些就是主要原因 而且 现在铺地暖的家庭也越来越多 相比之下 地面铺装瓷砖也更省心 最后 也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装修 是用地板还是瓷砖 卫生间作为家庭生活中 使用屏次最高的空间 在装修时 小编也是找过很多参考资料的 在面对网友们反馈中的这个别装 那个不能装中 为大家整理了以下卫生间的八部装 先别急着排斥 认真看一看 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别人的反馈不是胡说 都是用真金白银买来的经验教训 一 不装木门 木门再怎么升级 它也是木门 遇水遇潮气会变形 严重的情况下 甚至会掉漆开裂 网友 at7秒g 买的精装房 卫生间配的就是木门 还没住呢 就开裂了 不想换门折腾了 找了个师傅改造一下 at柠檬不算 小户型没空间做干湿分离的 千万别装木门 变形都是轻的 掉皮开裂全是问题 还是老老实实装铝合金玻璃门吧 小编建议 除非你家是老旧小区 卫生间区域比较小 做不了干湿分离或做 便紧挨着门口 木门的隐私性 要比铝合金玻璃门好 否则都建议装铝合金玻璃门 二 不装石膏板和铝扣板掉顶 石膏板掉顶 说真的现在还有人在卫生间装吗 卫生间潮气大 石膏板掉顶时间长 就会掉皮 发霉 谁装谁后悔 铝扣板掉顶 风明了好多年了 但是它真的不太好看 板小缝隙多 显着零碎不完整 网友反馈 艾特家有萌萌萌爆 当时脑袋一热浴室用的石膏板 入住两年已经掉成这样了 后悔透了 atzzz 第一套房子装的铝扣板 虽然缝多块小 但是怕石膏板发霉掉皮 没别的选择 再装房子就有蜂窝大板掉顶了 即完整好看 还不怕潮 小编建议 蜂窝大板掉顶 虽然造价可能会高一点 但它既兼顾了石膏板的完整性 同时还有铝扣板的耐用性 无论是从清洁角度 还是后期的拆卸维修 都是最优选择 三 不装雅光砖和亮光砖 雅光砖表面有颗粒感 不好打理卫生 时间越久越显脏 亮面瓷砖虽然光滑好擦 但防滑性一般 流水印的话也很明显 而且光线好的时候 反光严重有光污染 采光好的楼层不见一桩 网友反馈 艾特放飞梦想而易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卫生间用雅光砖 太容易脏 鞋上稍微带点土 一粘水就脏一片 基本上几天就得用清洁剂使劲刷 一瓶清洁剂都用不了一星期 雅光砖深坑 艾特怼怼妈玉儿 千万不要用雅光 也不要用亮光 有光污染 要用柔光砖 摸上去还是很滑的 但是不反光 不脏 小编建议 之所以推荐选择柔光砖 因为从清洁角度来讲 比表面有颗粒感的雅光砖 好打理卫生 表面不会藏污纳垢 从安全角度来讲 柔光砖也要比亮光砖安全性更高一些 无论是防滑性 还是光污染情况都会更好一些 四 布装黑色花洒 小编以过来人的身份 奉劝大家千万别买黑色花洒 黑色花洒偏雅光之地 给人感觉颜值很高 当初我也是冲着它的高级赶买的 但是用过之后 它真的是属于谁用谁后悔的存在 尤其是北方区域 北方普遍水质偏硬 洗完澡 即便擦干花洒上的水 干了之后 依旧有白色水渍 网友反馈 atcc小八 本人纯装修小白 追求花洒颜值 黑色真的YYDS 但用了两个月 洗不掉的污垢 简直恶心到家了 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踩过的雷 希望大家避免 atc 咱就是说 别买黑色花洒了 水购水渍 简直顽固到想哭 最初为了高级感 选了黑色花洒 刚装上确实高级 现在真实清理到想哭 我家这边水质硬 干了之后一片白 小编建议 不想工作一天很累了 好不容易洗个澡 放松放松 还得清理顽固的水购的话 建议大家选择颜值 和好打鲤鱼一身的 枪灰色或白色花洒 五 不装淋浴房 淋浴房的功能 主要就是防止水 溅到淋浴区以外的地方 但照比它的功能来讲 它的弊端也非常多 首先就是造价很高 动辄大几千 而且装完淋浴房 活动空间有限 很局促 对小户型特别不友好 其次 底下的挡水条 有一定高度 稍有不慎就会绊脚 并且封闭挡水条的 玻璃胶时间长 会发霉变黑 最头疼的 还是淋浴房 玻璃面太多了 洗完澡不及时擦干净的话 水垢水渍超级难清理 网友反馈 艾特也原亏 让我看看 是谁让玻璃门上的水渍 折磨疯了 哦 原来是我自己 装修不要全听老一辈的话 什么干湿分离 一定得用玻璃门淋浴房 一天不擦 就是这副鬼样子 真恼火 艾特亏 在装修一定不装这玩意了 水垢黑莓清理无数次 轨道滑轮都换了好几组了 小编建议 做个玻璃半隔离 下沉式淋浴区 既起到了干湿分离的作用 同时也显着卫生间宽敞明亮 而且性价比也高 半隔离玻璃 隔断几百块就能搞定 玻璃面露的也少 更方便打理卫生 六 不装盐板一体盆 说到盐板一体盆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它因为颜值高 耐磨好 也确实火过一段时间 但是 随着时间推移 它的硬伤也渐渐暴露出来了 首先就是掉落风险 因为它是用胶粘的 时间长重力原因 就会出现盐板分离的情况 其次就是有卫生死角 特别是拼接触 时间一长 就会因水的原因 发霉变黑 藏污纳垢 网友反馈 艾特国庆 盐板盆虽然好看 但是 死角位置积水发黄 长黑霉 才用了半年啊 几乎每天都要花时间 刷一刷这个盆 小编建议 建议选择技术成熟的 陶瓷液体盆 陶瓷液体盆 是由高温液体成型 烧制而成的 右面光滑不容易流水垢 真正一体 没有掉落风险 而且坚固耐用性价比还高 七 不装直排下水 卫生间浴室柜下面 不装直排式下水 因为它的弊端显而易见 首先就是打理卫生麻烦 有卫生死角 其次就是影响美观 网友反馈 艾特一条装修咸鱼 浴室柜下水 千万要自己盯紧装修公司 装修前我做的功课 浴室柜排水座 强排美观 没有卫生死角 也跟装修公司说了 答应的好好的 但是到房子验收的时候 就变成地牌了 好丑 小编建议 卫生间浴室柜 还是建议 做强排式下水 一是好打理卫生 不愿意自己 打理柜子底下卫生的时候 扫地机器人 就可以打扫了 二是美观整洁 颜值提升 不止一倍 八 不装悬挂式马桶 现在很多人选 悬挂式马桶 因为对比传统马桶来说 悬挂式马桶 看起来更轻盈 颜值很高 而且占地面积也小 也更方便 打理卫生 没有卫生死角 但是悬挂式马桶 弊端也比较明显 一是价格普遍偏高 动辄几千元 二是施工和维修麻烦 因为水箱 是嵌入在墙里的 一旦马桶水箱出现问题 需要把墙体刨开维修 费人力费物力 三是安装高度问题 预留高度太低 依旧不好打理卫生 预留过高的话 上厕所还得点脚 网友反馈 atw应应 悬挂式马桶大翻车 欲哭无泪啊 装修每一天都在妥协 我选悬挂式马桶 就是为了好打理卫生和好看 可验收一看 马桶离地才7厘米 任何扫地机器人都进不去 已经失去悬挂式的意义了 不如买个正常马桶了 还贵 at脚查 朋友们听我一句劝 不要为了颜值 买悬挂式马桶隐藏式水箱 你会变得不幸 你楼下邻居也会变得不幸 墙里漏水直接给楼下邻居 添花板泡了 没办法 只能把墙刨开找漏点 小编建议 不要盲目跟风 单纯为了颜值买它 毕竟生活是长久的 为了以后少点隐患 还是建议买落地式马桶 普通马桶或智能马桶都可以 价格合理隐患少 说到最后 卫生间在房子区域占比来讲 可能是最小的存在 但它的使用频率绝对是最高的 所以在给它选择配件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颜值固然重要 但小编认为 实用方便 好维护才是第一要味 你说呢 新房装修 阳台到底要不要风 想必 这样的纠结 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 也一直是家居行业 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有的人会说 必须风啊 不风会漏风漏雨 还很难打理卫生 然而 也有的人会说 我就不风阳台 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 沐浴着四季的阳光 风了还叫什么阳台 正巧 我家现在也面临着 风不风阳台的选择 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 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 风阳台和不风阳台的好处和弊端 也希望 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 解决一些困惑 风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 关于这几点 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 所以会重点讲下 一 安全性高 且有保温 隔音作用 首先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 尤其是高层 有孩子的家庭 就算有防护栏 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 孩子的安全无小事 风丸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 且保暖性极强 这是肯定的 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 风丸不仅能增加保暖性 安全性 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 离马路径的伙伴们 是最佳的选择 就不用担心 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 二 卫生好打理 风丸的阳台还很好打理 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 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 地板 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 省时又省力 而且 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 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 否则 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 风丸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 三 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 扩大了使用面积 适配装修风格也多 看起来整体规整 美观大方 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 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 品茶 瑜伽等 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 放洗衣机 晾衣架 一侧打上储物柜 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 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 在当下特殊时期 居家休息时间 做点喜欢的事情特别的安逸 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 那么 风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 一影响采光和通风 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 阳光不能直接照射 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 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 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 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 可能还会觉得压抑 因此 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 但是 新风系统的风量 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 所以 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 效果不佳 根本就是智商税 二 阻隔视野 风完阳台 一定会阻挡观赏性 看窗外的景色 不会那么直观 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 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 三 增加装修成本 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 也就意味着大 那么 风起来的成本会高 非常现实的问题 一般价格也是不等 就算普通的断桥窗 差不多也要大几万 看你选的材质材料 决定最终价格 不封阳台的优点 一 适合老年人养花 种草 因为我家有老人 会很喜欢外阳台 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 随意搭配 依靠自然环境生长 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 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 独立的阳台空间 可以在闲暇时间 打翻一下城市的喧嚣 围巾 难能可贵的 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样边看花 边看世界 寂静地享受着 自己的绿色成果 这样的生活 想必是惬意的 令人羡慕的吧 总结一下 在我看来 不封阳台的缺点 还是蛮多的 总之是必大于利 首先 就是安全有隐患 保暖性差 噪音大 灰尘大 其次 高层风也会很大 还有一点 就是蚊虫和飞蛾 会趁虚而入 另外 阳台还要选用 耐腐蚀的材料 否则 腐烂的就是想翻新 也会很麻烦 所以 就我个人而言 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 封阳台 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 一 先来说下 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这也关乎到 使用年线和生活的舒适度 现在阳台装修 用到的材料 基本就是断桥窗 系统窗 塑缸窗 三种主流形式 断桥窗 优点有很多 由于断桥窗框架架结构 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 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 和降噪效果 比较合适北方 屋内屋外 室外温差大 而断桥窗 凭借良好隔热性能 防止窗户出现湿气 我认为 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 性价比比较高的 系统窗 其实和断桥窗 有很多相似点 隔音降噪 隔热采光 效果都很好 区别在于 由于制作工艺 五金用料 研发设计等方面 综合性能更强 稳定性更好 并且由于零件 都是固定好的 系统窗安装 也会稍价容易些 而且 系统窗安装后 都会考虑窗户等压 在设计上 更加注重平衡 室内外压力作用 水密性 气密性 更加具有优势 当然 系统窗 比普通的断桥窗 价格也要贵很多 比较适合 大宅或别墅的住户 速钢窗 速钢窗 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 凭借价格 经济实惠 良好的性能 占据了市场很多年 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 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 就不如断桥窗 且使用寿命短 用久了 会出现变形 变脆的情况 比如适合预算较低 或是临时性 过度住房的朋友选择 二 再来说一下 窗户的玻璃 选哪种形式 现在 市场主流的基本 都是钢化玻璃 和普通玻璃相比 强度更高 且热稳定性更好 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 碎了 一般也不会伤到人 需要注意的是 选择钢化玻璃 一定要认准 3C认证标识 至于玻璃组成样式 具体选择 双层中空 还是三层中空玻璃 还是要根据 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 像普通住宅 选择双层中空的 就可以了 它的隔音 隔热 采光效果就很好了 但是 如果临街 或者周围 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 建议最少 还是选择 三层中空的夹胶玻璃 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 3 最后就是安装环节 三分材料 七分安装 这一点也尤为重要 首先 安装前要认真测量 预留好足够空间 其次 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 墙体框架结构 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 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 另外 安装使用到的密封条 玻璃胶 密封胶等材料 也要慎重选择 尽量选择大品牌的 千万别贪图便宜 用劣质材料 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粘线 以及密封效果 说在最后 好了 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 其实要不要封阳台 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 同时 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 比如 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 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 那么 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 保暖性 所以 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 随着季节更替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 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 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 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 烟机造具是每个家庭厨房中必不可缺的电器之一 家里的一日三餐都要用到它 那对于抽油烟机到底选顶膝 侧膝还是集成造好呢 这个问题让无数人纠结 小冬最近家里的房子因为住的年头久了 打算翻修一下 目前正好装修到厨房阶段 也正打算换一台烟机 面对三种不同类型的烟机 也是一时拿不定注意 碰巧家里的一个亲戚 正好在当地的一个大商场里 做厨房电器销售的 已经工作五六年了 经他手里卖出的烟机造具 怎么也得有上百台了 我前几天特意跑去他那认真学习了一下 希望看完能解决你的选择困难症 为选择哪种烟机时不再犯难 一 集成造 很多人都说集成造排烟效果好 而且很多产品还自带蒸烤 消毒功能 一击多用 是不是现在销量比传统烟机好 他告诉我说 目前很多大排集成造 油烟吸进率 几乎可达到99%极限指标 主打的就是排烟效果好 多数人选择它 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但仔细对比分析一下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集成造采用的是进吸侧排 所以它对蒸 煮 炖 小炒 这些有规律的 而且是固定位置的 相对温和的油烟 它的效果是最佳的 但是如果是煎 炒 烘 炸 过油爆炒 这种炸开的不规则的油烟 还有需要颠少产生的一味的油烟 这个集成造的侧息就不灵了 其实目前选择集成造的 还是年轻人居多 主要是有四个理由 一 性价比高 现在年轻人都会算账 如果买集成造 可以省去一米橱柜的钱 别看集成造动辄万八千一台 但是减去做一米橱柜的成本 实际到手相当于才花了五六千 感觉特别划算 二 外观时尚 年轻人觉得 集成造是把烟机 造具组合成一体机 所以设计外观上更好看 而且集成造目前算是个新东西 新潮流 用的人不多就是时尚 三 功能齐全 集成造就是把油烟机 燃气造 外加消毒柜 蒸烤箱 洗碗机等等 多种电气集合成一块的 新式厨房设备 对于年轻人来讲 属于一机多用 简直不要太香 四 节省空间 集成造相对于传统烟机 不需要占用橱柜上柜的空间 而且把其他需要橱柜的电器 整合到一起 说可以节省厨房 至少40%的空间 一点不夸张 那么既然集成造这么好 为什么还有人买传统烟机呢 他介绍说 对于不愿意选集成造的人 基本都有两大顾虑 第一就是安全性 一部分人顾虑集成造不安全 会有爆炸的可能 担心集成造抽烟口 离这个灶台太近 会有这个火苗吸入机体的风险 其实集成造爆炸 仅仅是玻璃面板裂了而已 并非产生明火的爆炸 而且现在二代三代的集成造工作时 是采用油水分离 油烟下排 根本不会引起火灾 安全还是有很高的保障的 第二就是后期维修 客观地说 集成造维修难度大 成本高是个事实 因为集成造属于集成液体机 其中的一个零部件损坏 就会直接影响到整机的使用 不像传统分体机 烟机和造具都可以单独更换 其次集成造是集成设计 一旦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时 必须要拆机 其维护难度大 而且集成造安装 往往是嵌入橱柜里的 需要拆机检修时 很可能还要先拆除部分橱柜 才能完成 这也增大了维修成本 二 顶吸烟机 我问他 那传统烟机顶吸和侧吸哪个好 他说 不管是顶吸还是侧吸 其实是各有优缺点 不能说哪个更好 还是根据自身的家庭需求去选择 首先 顶吸烟机控烟范围更大 面对煎炒烹炸这种暴躁的油烟 它的抽油烟效果是最好的 这也是顶吸烟机最大的优点 所以说 你看饭店的后厨 没有用侧吸和集成造的 全部都是顶吸 而且 款式多样 噪音小 价格通常也比侧吸 集成造要便宜很多 两三千就能买到一个品牌烟机 所以说 适合大部分家庭选择 三 侧吸烟机 顶吸烟机 价格便宜 款式又多 那为什么要出侧吸的传统烟机呢 在消费者看来 顶吸最大的问题就是 油烟需要过脸 这个饱受诟病 侧吸就是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其次 对于顶吸烟机有不低油 不碰头的优势 所以这几点是大部分人选择侧吸的理由 其实 顶吸烟机和集成造都属于静吸侧排 它俩的排烟效果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于温和的油烟比较擅长 传统烟机之所以要出这个侧吸产品 主要是来弥补这个细分市场的不足 说白了 就是对标集成造的 用来抵消这个侧吸的优势 侧吸烟机看起来很完美 其实缺点也很明显 比如噪音大 价格贵 而且 离灶台比较近 在烹饪的过程中更容易溅上油渍 后期清洁起来特别费事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其实顶吸 侧吸 还有集成造 在抽油烟的效果上都不算完美 集成造和侧吸相同 适合那种固定位置的温和油烟 坦白讲 更适合那种不是特别会做菜的人 顶吸烟机 它可以胜任高强烹饪产生的油烟 所以是厨房高手必备 其次 就这个产品档次而言 大家不要以价格论 因为这个集成造 它集成了多个配套产品 所以 价格肯定要高于传统烟机 但这并不代表贵就是高档 其实传统烟机更高档 不信你打听一下 你看住别墅的 哪有几家用集成造的 集成造更时尚 功能多 适合不经常做饭的年轻人 这是肯定的 至于侧吸呢 实质上就是传统烟机厂家 被迫出的一个产品 去打集成造的 它既比不了 顶吸烟机的控油烟的能力 又没有集成造节省空间 性价比实在不高 当你真正懂烟机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选侧吸的